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咱们这个国家就挺牛的 这个14年就完蛋了 依照惯例呢还是要各自写三个词 说到秦国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完蛋 每期节目有一个主题 两位老师根据主题展开辩论 在各自小黑板上写下自己的论点 各自陈述完成后 由周边随机参与的观众进行投票 得票高者即获胜 好 这个 我这里呢写了三个方面 其实啊 我们知道这个秦朝呢 他呀 这个之所以灭亡啊 其实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法律过于严苛 秦国呀 我们知道从商鞅以来一直进行变法 所谓变法就是变旧法 实行新法 秦国人很适应这个法律 因为这个法律有 就像我第三点说的 它有一个晋升的机制 它不光是严格管理 严格管理之后 它还有一个严谨宽出的这么一个渠道 只要你杀人 你就可以当官 但是现在是一统天下以后 杀谁去啊 现在都是秦始皇的子民了 没有战争了 所以我们上升渠道 没有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法律阳酷 只有进的渠道 只有进监狱的渠道 没有出来的渠道 所以那么在这个阳酷的法律面前 很多人变得无所适从 诶 换句话说 本来处随三户 王秦必处 这句话未见得是真实 偏巧就赶上了 陈省吴广 是楚国人 他们为什么造反 就是下个雨 他们要跑北京来 北京的密云 跟这个怀柔交界处一个关卡 来束手的 结果走到安徽 齐县大则 想 哎呦 那漂泊大雨 下了十五天 再一查黄了 欲语欺 集体当战 死了 本来这法律就不合适 你就得实际情况 对 所以就斩目为兵 揭竿为棋 就造反了 刘邦也是这样 你说 本来呢 修黎山林 是一件 所有的皇帝都在做的事 我们也不能谴责 是吧 但是你修黎山林 没错 全国各地的行徒来到这 法律阳控都犯犯罪了 结果这个尖压行徒前往离山修灵的刘邦 走到河南永城 莽荡山区 哎 发现自己押送这一百人呢 一百多人 最后这跑一个面跑一个 我不能一百多个人拴着睡觉啊 夜晚跑了跑了跑了 一看还剩五十多 再一查 当战 暗律当战 还逐连九族 你把罪犯呢 刘邦一样 我这就死了 算了 反了吧 秦军张寒的最后一支部队 正准备连夜前往咸阳救援 所以我决定马上出兵制止 只要援军一败 咸阳就可不攻自破 去秦国遇险 就如探能取物 楚随三户 王秦庇主 只有项梁 项羽 这爷俩是真心安心造反 本来楚国 齐国 这是大国 他本身还有赵国 这些国家的人就不服气 不服不分 结果 哎呀 这个法律过于严酷 造成的结果是 卖假邪的 卖假支的 比卖邪的还多 这是一个问题 政治上法律过于严酷 好 时间交给这个 康老师 杨老师就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秦 从他最开始建立秦国 有秦国开始 一直到他后来建立秦朝 他的成功史 是由他的制度 是由秦人的个性来决定的 他的个性呢 好勇善斗 追逐功利 所以他那个新法在他那推行啊 他就很便利推行 六国还要讲仁义呢 对不对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情势发生根本的变化了 你统治的机遇不仅仅是吸锤 如果还用原来那一套严刑俊法 这就麻烦了 那个是战斗法律 战争法律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秦始皇建国之后啊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 是合理的 但是一股脑的 在一个时间段里头 全都开始启动动工啊 这就好比咱们现在 同时动工 建这个鸟巢 一下要在全国里头 建一万个鸟巢 你说这谁受得了呢 迷废天下 就是花钱太多 花钱太多 用人力太多 是吧 应该是修养生息 结果他自己呢 把所有的事 都集中在礼拜天来干 你说这个礼拜天的压力太大了 这个礼拜天非出事不可 是不是 他真出事 迷废天下 万里长城 秦始皇陵 阿房宫 秦执道 被称为秦始皇的四大工程 这些巨大工程的修建时间 都是交叠在一起的 据史料记载 光是修建长城 就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 而秦始皇陵不仅修建时间 长达三十九年之久 还动用了八十万人的劳动力 人数是埃及最大的福福金字塔 八倍之多 除此之外 秦朝还有都江燕 郑国渠 陵渠 陵渠等等大工程 修建如此之多的巨大工程 使得当时的百姓 巨少离多 巨少离多 苦不堪言 所以大家参观名胜古迹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爱惜古人用血汗修筑的劳动成果 秦始皇修长城 也不是修长城了 把那些断断续续的长城连在一起 有错吗 没错 是吧 他要巩固边防 第二 他修公事 从新朝而言 历代的新朝都修公事 是吧 刘邦那么节显 是吧 这个萧和给他修了 他一看好家伙 修的这么灰红 但是他也就是修那个 如果刘邦同时也修长城 什么都弄的话 那也完蛋了 同时求先也可以理解 历代盛军 尤其是明军 往往求先 派兵到南方去 打南越 是吧 既巩固北方的边陲 又向下 又向南方来 来拓展自己的疆域 巩固自己的统治 他的举措 严格来讲 无论从君王的个人来讲 还是从帝国的利益来讲 都是正确 可是老先生 把这一切都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头 两千多万人口里 有三百多万人 被牢牢的拴在所有的这些事上 不但耗费他们的体力 也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 为什么反秦 最后能成功 灭秦最后能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头 做了很多在其他时间段里 看来是正确的事情 秦始皇为了统一六国 把所有的祖宗 记了下来的条件都准备齐了 他接下来干了一件事 就是把秦国要灭亡的所有的条件 在客观上也都准备齐了 是吧 全国遍布着干柴 只等一个人丢下一区一根火柴 轰的一下就着起来了 所以秦之灭六国也速 秦之灭亡也速 汉朝在某种程度上 实际上是秦王朝的延续 毫不夸张的话 因为汉成秦制 但是他聪明的地方在于 采取了很多全面的 非常明智的手法 使得 很长时间一来呢 有人一直认为呀 秦朝啊 在经济上是给了老百姓以这个特别沉重的负担 其实呢 客观的说呢 如果我们单纯从数字上来说呢 我们很难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啊 尤其是在秦灭六国那个阶段 大家各个国家的这老百姓的负担是70%左右 70% 你们家一千斤粮食要交700斤给政府 那么等到了秦始皇统一 中国以后呢 这个交的粮食呢 改成了500斤 由700斤降成了500斤 所以呢 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已经是减轻负担了 但是 我为什么说体质僵化呢 这个貌似减轻负担的背后 是大大的加重了负担 因为六国时期 那么大家都各自的地盘都不大 我们交税 交粮食 那么收税的地呢 都比较简单 除了有付税 还有姚役 还有兵役 兵役呢 人的一生一共要两年兵役制 现在也是两年吧 然后姚役呢 是每年20天 比如说 康老师家是榆林人 那么当时呢 在秦国的治下呢 他要去到咸阳 去打工 走着 四五天五六天 干二天活再回去 一年一个月 就冬仨月 就完了 正好冬天也没得干 给国家干干活 就完了 这个活是不重的 是能承受的 但问题在于 现在 秦兼并了天下 连远在广东汕头的人 都要到咸阳了 都要到咸阳去打这二十天工 从汕头走到咸阳 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致需要的时间 也是八个月 八个月的时间 没有人给你提供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 我们路上有驿站 驿站只有铺板 没有被子 我们要自己背着自己的被子 自己拿着自己的干领 然后去咸阳干二十天活 走了八个月之后 我终于到了这里 干了二十天活 整个咸阳什么风貌 我什么都没看 我就往回走 当我走到河南驻马店的时候 我发现新的一年又来了 我要干第二年的二十天活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所有的男人 他们都在路上 他们给自己的妻子写信 会这样写 亲爱的 你别等我了 有可能我在去的路上 有可能我在回的路上 总而言之 我在路上 这个时候我们翻过来 你们家打一千斤粮食 你叫五百斤 重不重 太重了 因为男人在路上 这五百斤是老弱病残孕 干来的 就是杜福说的 重有贱负把处离 何成龙母无东西啊 都是女人在干活 那么经济上的体质的僵化 也繁衍到了其他所有的方方面面 当男人们在路上 那么所有所有的工作 都是由老弱病残孕来承担的时候 哎呀 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干柴烈火 离秦王就不远了 原来的体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面临着 不是七个国家了 只有一个国家了 原来所有的体制 原来所有的机制 都应该发生变化 遗憾的是秦始皇 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时间给他太短了 好了 不管是成与否吧 其他的都是您来说吧 每期节目有一个主题 两位老师根据主题展开辩论 在各自小黑板上 写下自己的论点 各自陈述完成后 由周边随机参与的观众 进行投票 得票高者即获胜 就刚才杰老师说这个 我是很同意的 就刚才我说到这个三百万 当然这个数字不是非常准确 但大体差不多 对 关于这个数字啊 康老师引用的是这个简不赞的观点 复旦大学葛建雄老师呢 他重新调查 他估算是当时的中国有四千万人口 有两千多万在路上 富摇役 这个就更复杂 更复杂 对 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 即便是只按三百万来算 大体是七分之一的人口 现在中国比方有十三十四亿人 那就是说如果现在在我们的国家 有两千万人始终都在路上 或者是正在公事和陵墓的修建的工地的话 如果每年全国有两亿人 再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 而这些工地干活是没钱的 所以现在我们这些打工的人 他是有钱的 是不是 所以他有这个动力 如果他所有的工作 只是保证说他不回家种地 那么你想这是 这是个火药桶啊 这个秦始皇啊 他是很聪明 但是呢 在这个问题上 他的确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文化 这个六国呀 在这一点上 可比秦国要丰富的 焚书坑儒 至今为止 对于焚书坑儒这个历史事件 史学家们还存在争议 有的人认为 焚书坑儒 是秦始皇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造成了文化的断层 但有的人认为 焚书坑儒 并不像字面上的意思那样 烧掉所有的书 坑害的都是儒生 跟坑爹是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卡老师怎么说吧 秦始皇对待六国的文化呢 应该说 总的来讲 是比较简单化的 瘦 所以我这个 这个焚书坑儒 当然这个是要考究的 不能这么简单的说 因为这现在 已经被民间化了 实际上所谓的焚书坑儒 方式 对 这儒其实它主要不是儒生 主要是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秦始皇遇到晚年 他对自己的性命 这是非常关心的 他弄徐福 还弄儒生 弄了好些个人 这些人全是骗子 露了马脚之后 秦始皇就大怒 是吧 大怒怎么办呢 就弄了四百六十多个人 这里边主要就是给他炼丹呢 或者找不死之要的这些方式 但是也包括什么呢 也包括一些儒生 这个秦始皇对儒生的印象 从什么时候开始坏的呢 就他去风扇的时候 他要举行很大的仪式 他就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些儒生呢 有思想 但是没办法 就是他们给提供的 在秦始皇看来 都是一些非常腐朽的 非常不和小儿科的 就是他瞧不上的 就他对儒生的认识 是有个过程 不是说一开始就不重容 说不对啊 他去泰山 去风扇的时候 他还参观了这个孔子的这个故居 还到山东那儿 还看了一圈 觉得都挺好 是不是 而且还奖励了当地的儒生 但是后来呢 他觉得这些儒生啊 成事不足 乱事有一道 也不是败事 是吧 就是不能够给他一个很鲜明 那因为这个秦始皇这个人 他指向性是很明确的 他是个做事的人 就你的那些思想方法 要符合我做事的原则 那么坑儒和坑树是这件事情 是从炼丹不死之要开始的 那么所谓的焚书呢 也不是说到你们家去 就把这书都搜出来 然后全部由国家统一来负责烧的 是什么呢 是当时呢 他要统一天下的人心 他打算像统一那些军队一样 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在一起 这是没错的 这是对的 但方式错了 方式错在哪呢 这样一种很决绝的方式 就宣示着天下 你要跟天下的读书人为敌 你要跟天下的思想为敌 但这也许也不是秦始皇的初衷 秦始皇的初衷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有很多的 包括李斯等人在内都告诫他 说要整顿这六国的思想 他们国虽灭人还在 他们的思想是活的 所以呢 后代你比方说吧 秦始皇就傻 康乾 特别是乾隆的时候 修四库全书 哎呦 这也是盛世啊 我们也都觉得四库全书 正因为有了 所以我们对古代文化 四库全书在修的过程中 一边修一边烧 烧的书 倒比修的书还要多 怎么没人提呢 是不是 实际上这个 乾隆他们啊 借着这个 修四库全书的机会 实际上就是大量的把 所有的对他们不利的书 全部都干掉了 秦始皇干了件蠢事 其实他烧的书 没那么多 他要烧了那么多书 汉朝人读什么书啊 而且他的国家图书馆里的书 一本也没烧 当然后来 项羽来了 一把火烧了欧房宫 那是项羽烧的 那是项羽烧的 烧 但那账都算不清 主作勇者呀 非常的悲剧啊 但我们应该指出的是 不是说分书坑儒 就把文化的根脉给断了 那不可能 他当时也没打算那么干 这儒里头主要是方氏 这书里边呢 其实有很大的分野 里头很重要的书 他并没有烧 烧的是什么书 我的时间套了 让姬老师说吧 好了 我说我的第三点 就是人才流通的机制啊 体制出了问题 为什么大秦帝国的军队 是虎狼之师 我们被称为大秦铁骑啊 就是功务不克战务不胜 为什么呢 他是因为有一个奖励机制 杀了一个人啊 一级一关 货 两万多斤粮食 一级关 两万多斤粮食 你选什么 现在的问题 天下都是秦始皇的了 打谁去 诸位 打谁 告诉我 打谁才能够成功 现在只有两个地可打 一 这个长城以北 那里是匈奴人的家庆 打不着人家呢 然后蒙田 扶苏 长子扶苏 扶苏 蒙田你们俩去 三十万军队 打 修版长长继续打 追谁去 追七百里地 没见着人 追十年 没见着人 所以这十年 这三十万军队 一个人没杀 我为什么要当兵啊 当兵 杀人 当官 升官 当兵 杀人 得粮食 十年间 这三十万军队 劳而无功啊 这么个交代呀 这三十万 没了 还有五十万军队 大秦帝国 一百万军队 百万雄师 一百万 还有五十万军队 去打梁广 梁广有五十万人嘛 那个时候梁广 宜蛮荣夷 满帐之地 什么叫满帐之地呢 也兔子道比 活人多呀 他应该派特种部队 他那么大的军队去了 全都在那儿 全都把自己弄死了 对 就是什么呢 犯了错误 发配到岭南 那是犯人才去的地 那个地都是原始 原始森林呢 那个 我们也不知道 那棵树啊 是长了几十年 还是几百年 还是几千年 几万年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树印啊 是落了几千年 几万年 还是几十万年 我们真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一脚踏将上去 砰 叫我 一股浓烟 请告诉我 浓烟的化学成分 我告诉你 甲烷乙丸丸丹丸 丸丸丸丸丸丸都让你玩玩 是什么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呢 是我们不知道的化学成分 当地人是有洋长小道 他们知道怎么走 当地人是一个一个 零零星星的有村庄 零零星星的有窄道 我们现在五十万军队 你给我找一零零星星的村庄来 人是这么死的 大秦帝国军队的军队 是这么就 北边的三十万没了 南边的五十万 哪去了 当陈上吴广 造反的时候 秦二世下令 死将太半的时候 现在下令说 你们回来 哥 咱们刚走完那片原始森林 现在说 咱们要再过一次 您还敢回来吗 皇上 您饶了我吧 我就地称王了 咱们不跟中原人玩了 这就是大跃王国就此在攀于 也就是现在广州建立的一个背景 所以一百万军队 没了 一仗没打自己就死了 怎么死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死了 反正我就是死 随着我的死 大秦帝国的死期将至 好了 时间留给您 对 刚才这个 就要是说这很对 像秦这样拥有先进的武器 拥有先进的这个战斗的机制 和战斗制度的这种军队呢 向南打南越 向北呢 巨匈奴 这当然是秦始皇的战略了 但是的确呢 在调配方面 在安排方面 是存在失误的 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讲呢 就觉得秦始皇这个后来失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关系到皇帝的继位的这个 这个制度 因为我们讲啊 历朝历代 只要这个王朝出了问题 首先要看 他立嫡长子 或者换句话说 立这个皇储 顺不顺利 是吧 你像这个雍正 这一辈子都惨 为什么呢 就老是都自己就说不清楚 他自己当然很清楚 别人把他弄糊涂 天底下人都觉得 他这是一笔糊涂 是吧 这就是乾隆 这个这个康熙啊 死的时候 这个事事出突然 他没有在临死前 生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秦始皇也是这样 秦始皇其实有二十多个儿子 真正最有能力的 为天下人所共认的 就是扶苏 他这个做法很奇怪 当然可能我们现在猜测是扶苏 给他提建议 现在通行的办法都是这样 他父亲很残暴 这个很好的一个长子 为他父亲提建议 他父亲不听 是吧 说算了 那你到外面去磨练一下吧 守守边关 是吧 跟你猛大哥去守 就在我们隋德 是吧 他驻守在上郡嘛 就在我们老家隋德那一带 把长子派出去锻炼 不管是什么目的原因 这是对的 但是你得把他的名分先明确了 因为长子一般是要监国的 太子是要监国的 即便不立为长子 起码立为皇寺 他在外面锻炼 你也应该明确的皇储的地位 这样你国如果出现乱子 他自己还老外头出巡 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 大型的出巡 巡视的活动 朕要再出去走一趟 陛下要巡视何方 天下 凡是能走到的地方 朕都要去看看 朕要去看看长城 朕要去 看看苏尔 国家没有人监国 让谁监国 赵高 让李斯吗 赵高也都跟着呢 是啊 你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太子离得很远 他在上去 你在显阳 就是现在坐火车 是吧 坐高铁 那还得好一阵子呢 更不能当时坐着牛车 坐着马车了 扶苏一直到他死 都没有明确名分 这对于皇帝制度来讲 是重大疏漏 也许他临死的时候 也许他告诉李斯和赵高说 速速召回扶苏 应该是这样 要把他立于皇帝 但这一切都没用了 因为什么呢 他不是死在咸阳城里头 他是死在 他自己也在路上 他一直都在 他自己也死在了路上 是不是 赵高这坏小子 我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 赵高跟李斯在一起 怎么样篡改的 然后跟那混小子胡害 是不是 力敌不及 这在他自己本身继位的制度上 就出现重大失误 这一连串的失误 把它串在一起 也形成了 打向自己的一套组合拳 是吧 他原来用了迅疾的组合拳 打垮了六国 现在他又给自己 传了一堆的 给天下传了一堆的组合拳 来打垮自己 是吧 所以从这个来分析 秦之灭 尤其是迅速的灭亡 也绝非偶然 所以 我觉得这个力敌不及啊 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致力 秦始皇呢 是中华民族上的千古一帝 他是第一个 秦始皇之变革 乃是由夏商以来的最大的剧烈的变革 这种巨大的变革 最后凝练出的成果 乃是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体制的变革 又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秦始皇才是中国社会 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开启者 真正的圣人 是吧 那么这一点呢 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评价 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准 是吧 他曾经说过 秦始皇是做事的 真正这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的开启者 平台的设计者 应该是秦始皇 是吧 那么汉宣帝曾经说过 我们的家访是王霸杂志 是吧 是外主而内法 换句话说 我们也是能做面子活的 我们的面子活就是孔子 就是孟子 但是我们的理子也是很丰厚的 这个丰厚是什么呢 就是法家的手段 而法家的手段的实施者 就是秦始皇 而实际上历朝历代 以法治天下是绝对是核心 你不可能 我们可以说以仁义来治天下 以孝治天下 但真正能贯彻到制度层面的 是什么呢 是法 我们现在也以法治国 我们可以说以德教化天下 以法统御天下 这是对 说的是 我也赢了一轮 这轮我就让给你 这个你呢 第一你是兄长 第二呢 因为兄长者 头一轮有失败了 做小弟的我呢 纵然这一局 虽然有很大的优势 但我愿意拱手让出 所以这局呢 我鼓励大家 为季老师投票 好 那我们就把投票环节取消 对取消了 这局他赢了 就算我赢了 拜拜 秦始皇呢 他是很伟大 但这次呢 他只注意了自己 在路上这个行为 但你得把道理改 不能老是跑 他以跑一百米的速度算 选择过去 连事